我爱你 又是自己也会心思 实在值得我被放弃 凭什么敢去愿 細胆 細胆 太过顾着 没钱会怎么样 没有收入会怎么样 还有我个人比较細胆 我过分的保守 当我是一个舒适的环境 工作環境下 同時我又可以 咦 少少走進去音樂 音樂市場那裏 音樂業界那裏 那我覺得 那便好了 但後來我又心想 我是不是一輩子坐在辦公室那裏 後來就開始覺得 嗯 我要開始大膽一點 所以禮秀就決定了 想都不想 就這樣退休 我覺得我不會再回到 舊時那個世界了 因為 我很肯定 那個已經畫了 畫了一個句號在這裏 我不會再想做市場 那我覺得其實 賺錢是重要的 但我覺得不是說一切 那我真是老土說一句 我就覺得是值得的 值得的 我想我從六歲到十七歲 是很討厭的摩格 就是因為我要日夜練 就是很辛苦 而且我不喜歡的 但是我去到澳洲 我媽媽讓我放監 放監幾年 那幾年 然後我回去彈彈琴 我第一次發覺 原來音樂可以是自己做的 不用光看譜 彈別人的東西 那我就找到一個我喜歡的音樂的東西 好歌如果你不要呢 有另外一個人要呢 我不想為了我的執著 為了我的ego而是喪失了唱演繹一首好歌曲的一個機會 那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我很喜歡 現在覺得自己不捨 沒有所謂 但是你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個責任 原來真的想不到 原來唱其他的人歌是真的這麼好玩的 而且這麼輕鬆 而且音樂應該要這樣 我覺得是真的應該要這麼好玩 這麼容易享受的 其實所謂的流行曲都有很多不同種類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玩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去介紹多些音樂給別人聽 我反而覺得有些不夠流行的東西 不如我試試弄得流行一點 然後挑選別人的一條人 然後就問是甚麼歌 然後我說其實這首歌是很偏門的一首歌 你試試一下 很乖的 然後他們可能又得到 原來我可以將任何東西變成另一個東西 是的 那我想做就是這樣 我的目標就是這樣 OK 謝謝 謝謝